第三个问题 他说弟子的母亲在上个月已经往生了 瑞相很殊胜 还有很多舍利 说弟子今在本会参加夫妻 也把你母亲舍利带在身边 放在疗房里面 可不可以 请放在地藏菩萨台上供奉 跟我们一起念佛 这一段事情 你要问念佛堂的堂主 念佛堂的堂主会向大众宣布 你母亲的舍利放在一旁 就像供牌位一样 很好 这个事情一定要跟堂主说 跟大众禀白 否则的话